有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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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的人啊 是不是刘 examples 就是曹陆江那个老狐狸的 卡子 把这些枪全部收走 好嘞 收枪 谢谢你了 妖媚 我这个苦力怎么样 要不然你把食材给撕掉 我保护你一辈子 你说话就是没正情 找个骂 那大学生 出来了 哥 二诺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省城的大学都关了 我不回来 我去哪儿啊 你看看你这一连土 这就是我常给你们提起来的 我们家的大学生 刘二牧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你说这方圆五十里 有几个大学生啊 是啊 这倒也是 你看我弟弟啊 天庭饱满 地葛方圆 你们说句公道话 咋样 你说 怎么样 挺好 挺好的 好是好 就是有点不像个爷们 妖门 你这话怎么说的 我怎么就不像爷们了 你这话说的 比臭我一巴掌还难听呢 驾 驾 驾 说大学生 你一下把马不合作掐断了 是不是啊 要不你下来 跟弟兄们一块走得了 驾 不不 我不行 我要骑马 好吧 你那么骑着吧 你这个银行 来 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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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别对老人和孩子 你吓我 我就是和老人孩子作对了 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郑妖妹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不要你活得一天比一天难过 娘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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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干什么 娘妹 娘 大少奶奶 别别别别 孩子你被扔 要扔你 你扔两个老大 笨子 黄三姑 我告诉你 鸭蛋要是有什么三场拉倒 我让你不得好死 看谁不得好死 大少奶奶 有话好说 黄三姑 有什么咱要商量 郑妖妹 也有你怕的一天哪 好商量 什么好商量 行 那我黄三姑今天 就跟你好好商量商量 你给我听好了 谢枪带着铁钥匙进大门 要是你有半点轻举妄动的话 这几个人我就斩了他 我同意 你先把他们放了 好 那你现在就谢枪进院门 姚美 你别去 黄三姑这老婆子疯了 她什么都能干得出来 我不进去 她是不会放人的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谁能让她进去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怎么不进去 我倒想进去 黄三姑她让吗 我 别吵了 我进去 把人换出来 你们进去行使吧 就算操状了 你再去 对 不 我 也没想到 也没想到 你帮我 他 踩 这 你 你 逆 来 来 带人去 上 马子 上 哥 咱们趁机把人抢出来吧 现在抢人太危险了 哥 来 给我 来 走 托宝 去跟二当家的说 让他把人马马上带下山来 是 走 走 郑妖门 我早就跟你说过 小的就是小的 小的想冲大的 那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俗话说得好 先进门为大 你要是早点尊重我这个人的话 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呀 姐姐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我什么时候没有尊重过你呀 只是这人呀 非要往那猪圈里钻 他就是猪狗不如啊 你别得意 有你好看的 我等着呢 来人啊 把他给我捆了 传去 是 我不跟你计较 你就是满嘴喷粪 我也不跟你计较 雀团长 我早就说过了 我不会欠你什么 带走 走 走 好 刘大王 你给我清好了 带着你的人 给我退出实力 往后退 你干吗去 我告诉你 黄三公 妖妹要是少一根毫毛 我怎么扒了你的皮 退 妖妹 快走 妖妹 妖妹 走 走 走 听听啊 妹妹 不是我这当姐姐的 不帮你 我早就说过 你跟这土匪不干净 你看 你总是不承认 现在不承认 是不是也不行了呀 你说 谁能为像你这样一个 快要死了的女人 这么拼命 要我说这个刘大某啊 还真是有种 姐姐 进了徐家这么多日子 你今天让我感觉最亲切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因为你终于说了一句人话呀 你说对了 刘大某他就是有种 大哥 咱们回这儿了 王三姑要我们获退实力 为什么要听那个疯婆子的 直接公益去啊 妖妹被她挂在了城墙上 攻进去 妖妹就没命了 郑妖妹的命 有那么值钱吗 大哥 您 听我的 你的人跟我一块 全部都后腿直领 行 走 走 往那边 那边 那开不开呀 行行行 我来 笨死了 你不笨 你开呀 开我就开 走开 哪一那啊 我是该死这铁门 我去叫人把他炸开了 慢着 你脑子坏掉了 把基因地气炸到天上去怎么办 这点耐心都没有 好 好好好 也开 也开 这时候他们这是疲劳的事 要是咱们能定下来凌晨进宫的话 我让弟兄们好好休息一下 大哥 这样 你让我带着小伙子 还有扫把打头阵 我就不信了 就那几个小土匪还打不过呢 我还能让黄三姑的腰婆子 给我打出实力以外去 嘎子兄弟 这次 恐怕不像以前啊 这个黄三姑 不光是找来了罗磁寨队 他还把个曹山豹给折腾来了 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好 而且打仗 也都不是些孬肿啊 我们是靠打家携舍过日子的 我总觉得吧 徐家大院是个是非之地 正要为这个女人啊 更是妖精 我们应该远离他们才对 老二 我定下的事不能改 你为什么总提这个事情啊 哥 我看强公就没那么容易 人家又不是傻瓜 等着你们去打 说不定人家都布好了阵 等着你们去钻呢 你懂个屁 过两天 我给你送回县城找个房子 你给我好好在那读书 我不去啊 干吗又送我去县城啊 你不是有提栏洞吗 干吗破费找房子去 大当家的 我觉得二目说得没错 这鸡蛋碰石头的事 咱可不能干 这次行动要是失败了 咱们将会一蹶不振的 实在 还是你最清楚 我说的意思呀 强公真的不行 咱们得使巧劲 你们怎么不明白啊 就好比一片叶子啊 王二爷 打一圈 没碎吧 换个手指头 看看 看看 这证明什么 这一拳的力气大不大 连片叶子都打不碎 换个手指头 只需轻轻的这么一点 这就叫巧劲 牛河 兄弟 你这书没白读啊 哥 你的意思我最清楚 你不就想安安全全地 把妖门救出来吗 咱们呀 先派一只人马 悄悄地混入许家大院 再不开一枪的情况之下 把妖门救出来 然后再让另一拨人马 在 在外面强攻 在强攻之前啊 先把他那两个 最强力的火力点给消灭掉 这样才能万无一失 肯子 来 给二木倒酒 来 给二木倒酒 我 我不会喝酒 喝了 去 给他喝了 来 二木 喝喝喝 喝喝喝喝 酒 好 妹妹 被绑着的滋味不好受 对吧 不是我这当姐姐的为难你 实在是你到了徐家以后 我就没过上几天安生日子 好了 我也不跟你兜圈子 你告诉我 这把钥匙 怎么开那个大铁柜子 告诉我 以前的账我就既往不咎了 嗯 跟你说话呢 你耳朵聋了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再来说 朗子叫我一个排队兵进来 强奸你 那我不行 你 你到底说不说 郑妖妹 你知道 你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吗 就是因为你嫁到了徐家 我的地位一落千丈 自从你来了以后 老爷子一直站在你那一边 向着你说话 自从你来了以后 就因为你能生孩子 我像一个垃圾一样 被人扔在一边没人理 本来我还有半个老公 我现在连半个都没了 你自己说 要是你 你会怎么样啊 你们 你们这不是何几伙而欺负我吗 没有人欺负你 是你自己心态坏了 自找的 好 那你现在告诉我 这把钥匙怎么开那个大铁柜 黄三姑 你别做梦我 我不会告诉你的 好 郑妖妹 果然是铁打的 有志气 来人哪 在 既然我妹妹是铁打的 那咱们就得试试 这铁到底画不画得开 给我编抽她一百下 是 是 慢着 这鞭子拿盐水浸一下 是 对了 咱们 是不是应该把谭木匠请过来 让他好好伺候伺候他二少奶 去吧 是 来来来 弟兄们 快快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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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 快点啦 快点 别吵了 别吵了 大哥训话啦 弟兄们 我 老婆喝点水 老爷子 我来照顾老太太吧 你放心 之后我干的了 你是嘎子媳妇吧 那谢谢你啊 嗯 他说打 你们就给我往死里打 听到没有 好 啊 我懂 我一定找他三姑 扒着他的皮 给他们报仇 啊 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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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去 老爷子 啊 枪林弹雨 这枪子 他不长眼睛 大会徐家大院 我死都不怕 我也怕什么 我去定了啊 走 好 走 走走走走走走走 师仔 我怎么觉得我心跳有点快呀 那是因为你头一回打仗 不对吧 那是因为我哥没给我发枪 你看你们都有枪 给你枪有什么用呢 你又不会开 谁生下来会开枪呢 拿着防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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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实在 你跟土匪不一样 我就喜欢你 你把嘴放干净点 我不是土匪 我是护院的 你跟他们混在一块 我以为你也是土匪 这 二少奶奶 唐木匠 这个 是你以前的主子对吧 叫什么来着 二少奶奶 对对对 你看我这记性 你别怪我这大少奶奶对你不好 今儿我就给你个美差 拿那个鞭子 抽你二少奶奶一百下 这 大少奶奶 你能不能换一个人哪 你跟我讲条件啊 你抽不抽 不抽我就先抽你一下 抽 大少奶奶 我抽 我抽 快点 快点 二少奶奶 我唐木匠只有得罪你了 没事 死不了 慢着 来人哪 在 咱们谭木匠今天没吃饱饭呢 你帮我看着点 要是他抽得轻了 就拿那把小刀子在他脚背上 给我扎一下 扎穿为止 别扎别扎 大少奶奶 我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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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木匠 抽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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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我这当姐姐的 也没什么送你 这一百鞭子 你就好好享受吧 明日一早我再过来问你 这钥匙是怎么开门的 你要是还不说的话 我就还有一百下等着你 以此为推 唐木匠 你继续吧 去 团长 我们走 谁啊 嘎子是在跟我走 二当家的 在 这儿就交给你了 好 走 就地隐蔽 提到我病 马上开火 上 等一等啊 等一等 这是土耳其的弯刀 别看他样子难看 像狗腿 可他锋利无比啊 待会儿你们抓到黄三姑啊 你们每人替我砍他一刀 徐老爷子 你可够狠的呀 放心吧 我们一定每人替你砍一刀 好 走 好 吃点劲儿 看什么 拿来吧你 继续 继续 二少奶奶 沈奶奶 沈奶奶 我抽死你 我打死你 我 我抽死你 我 我抽死你 来 使劲打 二嫂奶奶是吧 你一个 你媳妇 留一个 自己买酒 你 我臭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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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杀我 我别杀我 杨沛 别杀我 走走走 老大老 这次你来的还是时候啊 骂他老子 别杀我 别杀他 他是好人 好人 好人没好报 为了救二少奶奶 我刚才给了那小子很多钱 是不是这个 这些就是我的 我的钱 你给他吧 他也是为了救我 也就是你看着还算个有良心的人 不是 你 你不跑了 郑阳门跑了 快来人了 郭文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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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打起来了 肯定是刘大宝回来了 她娘子让她退英时里有个屁用 小废话 赶紧上城墙加鸡箱 快快快 这还要你说鸡箱找家好了 快快快 上城墙 快点 朱大长 把正刚妹给我押到城墙上去 来 爹 给我帮 快 马上把正刚妹给我押到城墙上去 好 快点 慢点 慢点 打托 药美 药美 你受委屈了 师大 你把药美背回去 她受伤了 路上一定要小心 出了问题 我找你 是 不 我不回去 我一定要把血液大药给夺回来 不行 药美 我必须得回去 你放开我 受伤了 你让我放下 走 让我放下 让我放下 我不怪我 你哪儿要毙了你 你不怪我 我哪儿有事铁 你不怪我下来 你一定要找我 让我放下 我 我 你看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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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去 老公 什麼呀 人家妹回見了 他們家也回見了 看守他兄弟也死了 幹嘛的 我不是讓你負責的嗎 啊 老子幹嘛死你了 團長 團長 團長你兄弟也殺 你不太好死 不是你殺的 他誕生我就讓我殺他幹什麼 那你說你要崩了人家 他當然以為是你殺的了 啊 這老子真是一冤枉 我可他們又受氣又受傷 我怎麼碰到你這種女人 我可他們倒楣死了 你可不放屁 現在反悔了 算什麼男人 在你眼裡 那曹三豹才是男人 那他怎麼不來 啊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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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哥哥 你來幹什麼 你趕快下去 打仗不能這麼老耗上 咱們必須得把城牆打開一個缺口 這樣形成一股大力衝進去 內外夾擊才能贏啊 你 我在大學裡讀過兵書 你每次都是一大招 這二末的吧 小米我用手留弹 有 這麼高的城牆 你能扔上去啊 把十個困成的一塊兒 炸他們 十個 阿容易這兒最終兩家手留弹了 把十個困在一塊兒 炸一個洞 我们是冲进去 妖妹 那样的话我会死很多弟兄的 咱们在这耗着死了更多 快 妖妹 手的蛋 手上 是 接下来有我 好 过去 走 那样 哥是英雄 弟弟肯定不是脑肿 咱们出来混 我能光怕死 要是谁都怕死的话 我们还能打出名特来吗 走啊 救命啊 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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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ho 老二 老二 你不能去 我弟弟都去了 我为什么不能去 是二当家的 你当我是二当家的吗 我说过的话 你听过一句吗 我跟你说过 我们不能和这个女人纠缠不亲 她是个什么东西 她简直就是个 骚我星 老二 现在我弟弟去了 你满意了吧 你满意了吧 小伙子是你的兄弟 也是我的兄弟 他死了我心里也难过 你去 你们自喜的为什么不去 是这妖媚娘家的兄弟 去 去就去 谁不去谁就捞走 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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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不是男人 羊妹 我掩护你 你干什么去看你 杀敌人去 杀什么杀你又不是土匪 我 当土匪多好玩啊 听话 在这儿在这儿不许动 我 哎 羊妹 快走 喇哑 鸭 好 还好 才算你 愚蠢 啊 啊 诶 啊 二牧 油妹 小妹 你怎么了 没事吧 儿牧 你快起来呀你 油妹 小妹 嗯 喝点 慢点 黄三沟他们呢 去登场跑了 黄三沟腿受了点伤 被我们关着呢 醒了 我爹我娘呢 他们没事吧 你 你爹没事 你娘 在我们攻打许家大院的时候 她死了 世仔 走 我回许家院 都会被动 从小时候 我之前的中文 都会吻 你们再问你 也是 我的幸福 我们再问我 你问我 是 你 我 可以 我的心 我 你 我 刚才会 爹 爹 姚妹 你妈她死了 姚妹等我打完仗 她就死了 爹 你别太难过了 从今以后 我就是你的亲生女儿 嗯 姚妹 那我要送你呢 上天堂 好 怎么送我爹 青马神父 嗯 小妹 别哭了 你婆婆是上天堂了 您好 因为上帝照抗无穷的慈爱与智慧 让我们这位亲爱的姐妹 在基督怀里睡了 现在我们要 慎重地將祂的身體安放在土中 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我們有確實的把握 可以有復活和永生的期望 阿們 大少奶奶 二少奶奶來看你了 鄭妖媚啊 你贏了 高興了 我高興 是因為不用再爭鬥了 這場戰爭結束了 靠跟土匪睡覺 贏了也不光彩吧 真是老話說得好啊 做了婊子還要立牌坊 你怎麼不把牌坊 立到咱們徐家大院門口去啊 讓徐家寨的老老少少都看一看 徐家到今天這步田地 是拜你和劉大某那個土匪所賜啊 黃桑菇 我會讓你死得很難看的 本來我有機會 讓你 還有你那個野種 死得更難看 可惜老杰他沒演哪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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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小虎 你活着的时候 什么都不缺 就缺个女人 哥对不住你 没让你娶媳妇了 哥一定找个时间 给你配门衣服 老二 姐爱 姐爱 小虎兄弟 走好 小虎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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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好 小虎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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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会去薛家大院 我们不去护院 怎么可能和薛团长 曹三茂 击杀这么深的仇呢 我弟弟 他不会死 大同家的 行了行了 大同家还在呢 大哥 您是我们的大哥 可是 你没有看好的弟兄 看看 这些薪水 地下埋的都是你的好弟兄 如果是为了抢一个国库 弟兄们死了 那是值得死 现在什么都没得到 弟兄们出生肉死 就是为了他 你觉得值得吗 还有 我今天关了 叫这个女人给我弟弟开个头 你们说 该不该 老二 我磕 我不是叫你磕 我磕老二 二当家的 我磕 我想你是误会的 我没有说不磕 这些兄弟们 为了我们徐家大院 连性命都搭上了 我今天不但要给小虎磕 我还要给所有的兄弟们磕 兄弟们 我们徐家大院虽然不是国库 但是有我们一口吃 就有兄弟们吃 我快 来 你 你 我去 我去 你 路 喉咙 薛团长 我告诉你 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你跟了我 我保证你啊 喝凉水不塞牙 喝热水啊 也不会碳喉咙 这样吧 我给你个营长看看 我可是团长啊 团长怎么了 你手下一个兵都没有 你就是张司令 也是个光杆司令 没错 老哥 给您营长看看就不错了 兄弟到现在还是排长呢 营长就营长 你手下还有多少人 年人对枪 三十多个 听我的 继续回罗斯寨住闸 装备我给你配 那我要一百条枪 等你招够了一百人 我再给你一百条枪 不过呀 我要告诉你 你这个人随时吞货我的跳浅 听到没有 好 骂个老子就是抓也抓他一百人来 对了 曹司令 那个黄三姑 你给我提她干吗 就是 他妈女人就是祸事 你说我要是没有她 他妈我会啰嗦出嘴 你他妈跟我这啰嗦什么啰嗦 滚 是 滚 现在 游击干部训练班农农队已经结束了 你马上回去 依据西南地区应变计划 和西南游击根据地点理想 抓紧在乡前地区收变土匪武装 为游击站重备 我明白 具体的工作计划 毛剧长在密店里都已经向我交代了 在乡前地区 曹三豹的部队 将来可以上山打军机 其他大大小小的土匪要抓紧手边 把土匪的人马变为我们的人马 把土匪的武装 变为我们的武装 和共产党抗衡到底 其实乡前地区 最能干的土匪就是刘大卯 也是我最看重的 只是此人桀骜不逊 很难驾驭 既然是个人才 那就要下功夫网络他 不惜军务 我明白 这事我回去就办 以后你跟我联络 可以启用电台 这次总部分配的几部电台 等将来把土匪武装都部署好了 我会同意来指挥的 这次保密局 破裂踢把你为上相的 就是唯一中的 兰玉当誓死 报效党国 好 兰玉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是 哥 兰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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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啊 那天我看你倒下了 我以为你中蛋了呢 我没事 兰玉没问题 兰玉有臂蛋大法 哥 我要是像你似的就好了 多勇敢啊 你呢 你感觉怎么样 伤口还疼吗 没事 不疼啊 都消肿了 你这事皮外伤过几天就好了 我是怎么交代你的 对付刘大毛这样的人 不能来硬的 我们是要拉拢他 利用他 让他成为我们的人 可是 你现在都做了些什么 你兴师动众地攻打徐家大院 既与刘大毛为敌 又得罪了徐老爷子 结果 还唠叨了个损兵折将的下场 程看员 这不是我干的 是缺团长干的 你就是缺团长 是是是 不 原先是团长 后来变成了营长 主要是投奔了曹司令 降了一击 你们真是偷鸡不成十八迷 让你们这么一倒 徐老爷子还不恨死你们 徐家的钱 军火 粮食 你们还想不想要 想 我做梦都想 那你们就得稳住 一步一步地来 我告诉你们 现在 西南前线吃鸡 共军都已经打到沈城来了 在党国危难之际 一 我们是要靠徐家这样的大户 到时候给我们提供军需 二 是要收编类似刘大卯这样的土匪 可以扩充我们的实力 扩大我们的地盘 与共军抗衡 看没看到 特派员就是特派员 长得高 看得远 是 是 曹司令 本来这一次 我是要对你严加惩处的 但是看在你 收编了缺团长这件事上 那功过相抵 就免了吧 谢谢条派员 那徐家大院的事 你准备怎么了解 事到如今 也只好豁出去 这件事都是黄三姑 挑拨离间闹成的 我到时候带着薛团长 跟徐老爷子 还有二少奶奶道个歉 不就得了 攻打徐家大院也有你的份 你现在还记得了他们的家门吗 不瞒你说 兵是我派的 但是兵都化成了薛团长的人 你们俩倒是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还真是留了一手啊 留的这一手 现在不都用上了 把事情都推给黄三姑 这个女人最有赢得 你这样对待一个女人 是不是太残忍了一点 无独不仗 缺团长 你呢 好 我我我姓缺的能神能屈 咱呢 怎么也是个大丈夫 不 我跟曹司令一样 做个 有有有毒的打仗 好 既然这样 那就有劳曹司令和缺团长 一起走一趟吧 是 好 我们这就去 我去 黄三姑 我刘大卯听说 你挺会骂人的 骂骂我听听 骂呀 看我干嘛 刘大卯 你算个什么东西 一个提兰洞的土匪 你凭什么配得上我 徐家大少奶奶骂你 不算你愿意 我还嫌脏了我的嘴呢 骂得好骂得好 来 再骂 你们这对见不得人的 肩夫淫妇 少给我演戏 你有本事 有本事 你们一枪毙了我 骂得好 马的一枪崩了你 太便宜你了 老子要慢慢折腾你 曹司令 却团长 请你们稍等一会儿啊 黄三姑 黄三姑 舒不舒服啊 你再骂呀 黄三姑啊 你就是嘴巴太臭了 跟这干水一样臭 杨卫 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她黄三姑不是想让我死吗 我也不能让她活呀 二少奶奶 二少奶奶 曹山豹来了 要不要让她进来啊 带了多少人 曹山豹和雀团长 还有一个穿军装的女人 两个护兵 还有一女的 那会不会是那特派员啊 曹司令 对啊 怎么 二少奶奶在家里设公堂啊 那可不敢 曹司令 今天来我们徐家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 这特派员想拜访你们家老爷子 我特意为特派员带路 特派员又不是第一次来徐家了 还用曹司令带路 真是气派呀 二少奶奶可真会说话呀 要说气派 二少奶奶现在才气派呢 请 曹司令 请吧 曹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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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我 大少奶奶 救救我 我来势报答你 我说二少奶奶 就算是大少奶奶得罪了你 你也没必要对她这样 曹司令 不会是来管我们家务似的吧 曹司令 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吧 你的怜香惜玉 现在不是时候 曹司令 曹司令 你救救我 曹司令 徐家大院的事 都是外头那个 黄三姑在兴风作浪 曹司令很痛心 特地带了缺营长 前来向二少奶奶赔罪 这可不敢当啊 之前不是一个团长吗 怎么变成营长了 是这样的 缺团长被本司令收编了 现在在我手下当个营长 既然缺团长是本司令手下的人 本司令对这件事就有责任 所以啊 今天我特意带缺团长来 给在座的各位赔个礼 赔个礼 官虎 你这是什么意思 缺团长 你打了一仗 却变成了缺营长 那要是再打一仗呢 不就是变成了缺连仗 缺牌长 缺班长了吗 再打下去 就他娘的缺胳膊少腿了 曹司令说了 我现在是保安部队的人 保安部队怎么了 兵匪一家 跟土匪没什么两样 刘大当家的 就算了 还能够俩 不得当家的 你想要怎么个了结啊 呦 生了 蓝玉小姐 现在已经生为上校 这女上男下 这不反过来了吗 曹司令 你这个 这面子上可是 刘大卯 我跟你说正经的 从现在起 乡前地区的地方武装 包括你们所有人 都已经编入国军系列 共同抗击共军 嘎嘎 这听起来威风啊 这年头乱糟糟的 我刘大卯 不管什么共军国军 只要拳头大 枪硬 我就是老大 刘大卯 你算个屁 我告诉你 这儿地盘是本司令的 当初特派员要收编你 你也就是我手下的 一个副司令 曹先生 报告你 我告诉你 特派员管的在管 也管不了我这 方元五十令 刘大卯 刘大当家的地盘 当然动不得 就是有人动 我特派员也不会同意的 听见没有 曹山报 既然特派员这么说了 那我就听特派员 刘大当家的 刘大当家的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今天带着缺团长来 是给大家赔个礼 缺团长这个人心直口快直肠子了 不会拐弯 他也不知道他的对手 是刘大当家的人 这里边一定是有误会 姓缺的 欠提兰栋的人命债 你们自行了断 你想怎么了断 这事呢 都是黄三姑挑拨的 我是上当受骗 这样 兄弟 给你赔礼道歉 我赔礼 一句赔礼道歉 就想了结了 兴趣的我告诉你 别做梦了 我今天叫你 竖得进来 还能出去 对 本来咱们想来软的 看来软的是不行了 我告诉你 你别逼我 老子的枪也不止吃素的 好 今天咱们公平决斗 立下生死状 谁要是斗死了 谁也不欠水 好不好 我看行 刘大当家的 你的意思呢 行 我看不行 这小子枪法比我好 我打又打不过他 给闹拥 我倒是有个想法 把两个人的枪都卸了 关进柴房 好 不行 小子脸 你不行 姓缺的 你早知道今日 何必当初呢 当着这小娘们的面 是个男人 不行也得行 当家 二当家 去当家 我去 藤司令 大当家 好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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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当家的 我来当司业好不好 爷子 你怎么 什么事都凑合呀 你说行不行吧 好 行行行行行 好 谢枪 谢啊 还有我帮你谢吗 老子会谢 谢刀 没得给刀 进屋里屋 老公 曹司令 我说了不算 特派员说了算 来 还没得给刀吗 是 走 走 兄弟啊 这些年呢 我录了好多金银采访 这样子 我都给你 财播之前 还是挑命之前啊 啊 实在是 实在 实在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你杀了我吧 我求求你 你杀了我吧 实在我求求你 实在 我求求你 我给你治伤 实在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主子 蛇心心肠 不想 不想让我马上就死 他要害我 你知道吗 他要折磨我 你知不知道 他要折磨我 实在 他要折磨我 我不害你 我不是畜生 他 他 你们 你们都是畜生 你们都是畜生 我 我 我不会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哎呀 我的娘啊 哎呀 儿子没了 哎呀 我的娘啊 刘大当家的 咱们的事算两清了 告辞了 那 雀营长的事儿清了 黄三姑的事儿 还没有清啊 怎么 刘大当家的觉得还不够吗 刚才二少奶奶也说过了 这是徐家的事 你和我都不便掺和吧 黄三姑是这件事儿的罪魁祸首 手握不除这事儿能清吗 怎么 对一个受伤的女人 你还想把她怎么着 就请曹司令一块去见识一下吧 走 走 二少奶奶 我想替大少奶奶求个情 人都折腾成这样 你放过她 你给我滚一边去啊 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想赶尽杀绝呀 实在 她们两个能让我活吗 她们两个能让我活吗 死了好啊 死了清净 也成全了这对狗男女 对 黄三姑 你死到临头了嘴还那么贱 刀祸 刀祸 你这是鬼迷心窍了 你不能这样子 刀祸 把她给我绑了 刀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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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把他给我绑了 大少奶奶 我带着你到山上去溜溜 江丁 с聪明 热 我放你一條生路 我放你一條生路 你居然在色情 我想去 غ居然 我和你身為偷 captain 那我自己也想去 我肯定決定是 你居然不成 他其實意兒 你居然不成 我您所辦的事 我心想要有 他自己有 他自己變成 幹什麼 报仇 我感到了一种快意 从此以后 没有人可以再欺负我这妖媚了 可到时候 我冷静下来 内心却庆幸 刘大某 替我消了这一罪孽 妈呀 大长 平时挺神奇的呀 你看今天怎么成面条啊 却团长 扶走 刘大某 刘大某 得饶人处且饶人哪 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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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难当头 你我的过节就算了了 咱们后会有期 好 后会有期 你记住了 你还欠我一个人情 驾 这娘们儿啊 上提兰洞 给我那酒里边下蒙汗药 还把我们这么多弟兄 逼着跳悬崖 我还成了欠他人情了 这特派员一来 你挺激动啊 是不是这个特派员 看上你了 小妹 那怎么可能呢 他是国君 怎么能看得上我们土匪啊 不是 是在委屈你的啊 你站住 你什么意思啊 为了黄三公那种人 你就这样对我 你辩子太多了 我要是不这么做 黄三公能饶了我吗 我的下场比他还惨 你知道吗 你整天跟土匪混在一起 你会把自己给毁了的 实在 曹山豹他是什么人 他是保安部司令吧 他比土匪好到哪儿去了 徐家我是待不长了 我不甘心哪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了 你怎么变成这样一种人呢 我替你痛心 嗯 二龙 队长 腿好得差不多了 啊 嗯 嗯 好 这腿好得差不多了 咱得到城里去找份好差事 干吗呀 又又找差事啊 我觉得我在省城待那么久 我要回山寨 那你的意思 是要跟我们这些人凑合到一块了 我觉得这挺好的呀 在这儿多好玩啊 好玩 刘二木 如果这好玩的话 我送你去读书干什么呀 啊 娘临终前交代我 如果你长大了 没有一份好差事 没有一个安宁的日子 娘在地下是闭不上眼的 你说我送你去读书 啊 就为了你今天告诉我这是好玩的 我是没想读书 你要让我直接当土匪 那我还谢谢你呢 让你去读书 那是为了让你光宗耀祖 不是让你跟我一块儿当土匪 你都想气死我 我没要气你的意思 哥 你别动不动老提娘 我现在已经长大了 我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我让你去读书 就是现在让你来跟我谈权利的吗 没错 权利 因为我们是平等的 这是什么 哥 你又来这套 我知道这是什么 这不就是娘的汗金吗 你不就想说 当年娘用这块汗金 把两岁不到的我绑在背上下地干活 结果累死在甜头了 娘在临终前把我托付给你 让你把我拉扯大 可 可是我这么做我对着提娘 行了行了 大老远就听见你们两个吵 怎么活不都一样吗 怎么怎么活都一样 我让他到城里去找份好差事 他非要跟着我 我回头我再收拾你 我 我 阿姆 你看你 把你哥气的 你哥还不是为你好啊 你看他什么时候招过急 他拿你可是当命 不能让他伤心 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哥是为我好 当年他不吃东西 光给我一个人吃 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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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个是猎户星 什么 那个是什么星星 猎户星 那就是我们打猎人的星星 对 狮仔 你快看 二母说了 那个星星啊 叫猎户星 是我们猎人的星星 我不是猎户星 我是牛郎星 牛郎跟织女 也是天上的两颗星星 只不过 他们中间隔着一条银河 只能相望 却不能见面 这个我还能不知道 牛郎之女吗 你说他什么意思呀 还不想跟我见面了 杨白 你看 那个就是银河 银河是由好多星星组成的 银河真漂亮 哎呀 杨子 我想回提兰洞了 也不知道关虎 在那边怎么样了 大哥想回去就回去 反正这有杨子少人呢 你不想老婆 老婆有什么好想的 就让她给兄弟们做饭呗 大哥让我在这儿 我就在这儿 好兄弟 大哥不会亏待你的 站住 站住 站住啊 想干吗呀 比枪咋呀 奉陪 我知道你是神枪手 赶子 把酒壶搁那儿 敢把这壶酒喝了吗 不敢吧 酒量可以啊 就这点酒量还跟我比 好 1949年秋 取得渡江胜利 并迅速解放华东 华中地区的我人民解放军 向大西南进军 第二夜战军以大迂回 大包抄的战略战术 迅速逼近乡前边界 是 吴科长 葛长 吴科长 再往前就到省城的地界了 好险的山哪 这一带的山都很险 你看 过一会儿又要下雨了 都说省城这地方 地无三尺庭 天无三日晴 今天啊 可多让我们领教了啊 吴科长 这国民党的残余败将 要是往这十万大山中一藏 咱这仗还不好打呢 是啊 所以我们侦察兵 就要派上用场了 阿姆萨 你是个本地人吗 是 这一带我都非常熟 商机首长派我们侦察科 先机进入省城 就是要摸清底下 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 是 走 黄枪 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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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今天 我们西南军区的李大参谋长 亲自到我们部队 来给同志们讲讲话 大家都说 我大军压境 解放 镶嵌边境 没有问题 可实际上 我们面临的问题 要复杂得多呀 是啊 你们的杨司令员 说得非常好 进军大西南 解放大西南 是一场 异常艰巨 复杂的任务 中央军委来电 命令我二爷 应争取在年底或年底以前 占领省城 重庆 以及长江上游一带 对这个 我们大家是有信心的 国民党在西南的军队 要想负用完抗 已经没有资本了 正面的战场 正规军的较量 我们完全有信心 有能力把它拿下来 但是有一个问题 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国民党保密局长毛仁凤 制定了一个西南地区应变计划 其内容就是网络土匪 流氓 恶霸 在十万大山里和我们周旋 打游击战 同志们 可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地痞流氓 和土匪呀 特别是土匪 如果一旦得到国民党在军备上的大力支持 那么他们很可能会成为我们 今后斗争的主要焦点 报告组长 这些土匪对乡前一带的山川地形 十分熟悉 并且敌人在血压度 已经开发过两期游击干部训练班 对各地的土匪 都进行过游击战术训练 吴宁同志讲的这个情报很重要 我们要给干部战士们讲清楚 西南地区战争的特殊性 你们部队也要认真地做好研究 是 我已经命令侦察科 集中力量 侦察全省范围内的匪患 做到知己知彼 吴宁同志 到 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 请首长放心 坚决完成战务 现在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 攻打省城的具体步骤 来 走 走走走 快 快 国民党兵败如山倒 听说省城很快也要保不住了 街上到处都是前线退下来的败殿 加上饥荒 世道全乱了 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又该做点什么 快开 师大 请 请 请 快快快 别过去 我的 快快快 这冰花马乱的鸣故聊生 真是哭着老百姓 是啊 你们说我要是把这个 在这个骑士上弄一湿楼它怎么办 好如意啊 可惜我哥就是不听话 他要是听我的 我就能把提兰洞 变成一个世外桃源 你倒是挺有理想的 还要把提兰洞 变成世外桃源 这难道不好吗 让人人都有饭吃 这样的世道你不想 我是想 他说我管不了那么远 能把这徐家寨管好 就不错了 没忘本 什么意思 你变了 我看你变得连我实在都不认识你 你不认识我我还认识你呢 一天到晚说话没有了 给一点没有 给一点吧 没有 对不对 走 给点吧 走走走走 给点吧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你这老子死的 你别打了 饶我要钱 老子还没钱呢 爷爷 滚 你们别打了 别打了 滚 滚 爷爷 没事吧 拿着 快走快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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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有管闲事的啊 小子 干个大爷的事一下呀 小子你 干什么 小雨 二少奶奶出手帮忙 也够狠的呀 实在 妖妹救了你 你还酸溜溜的 你敢打她是吗 我告诉你 我是徐家大院的 我叫郑妖妹 以后我要再看到你欺负人 我就扒你的皮 不敢 不敢 姑奶奶 给女侠饶命吧 女侠饶命 女侠 女侠饶命啊 快 她就是郑妖妹 嗯 双相齐强 离开得很好 大家都别争别抢啊 每个人都有 好 来 下一个 来 小心一点 别烫着啊 哥 哥 怎么了 哥 快醒醒 怎么把她扶起来 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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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轻一点啊 来来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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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安排的 您放心 没事 一惊一乍很吓死人啊 你这够清闲的 这么多灾民你 救得过来吗 尝尝 我不喝这东西 总比不救强吧 救救救救救救 来 我 我找你商量点事 我给你说 我们准备去采仙山寨洛有云家 他家有大爷 干什么去 还能干什么呀 抢 当然了 不用你去 我只需要从你这儿抽禁 看家户院的 可怜了 人不是你的吗 跟我商量什么呀 不过得约法三章啊 一不能杀人 二不能放火 三不能欺负人家姑娘 要一礼相待 这些事 不都是我一直 告诉他们的吗 只要他们听我的 这些事情一定不会发生的 还有什么事 二木在你那儿怎么样 挺好的呀 他说了 他想当土匪 当一个有理想的土匪 什么 当土匪 我刘大卯这些年在外面枪林弹雨的 就是想要刘家出个毒书人 他 姚美 你一定帮我把他看紧了 就这样 我走了 来 来 我凭什么给你看紧 好 关老爷 插迁地探到了彩仙山寨 洛有云家的家底 我今天 带提兰洞的兄弟们下山扛活 请关老爷多多保佑 一旦得手 我们全洞弟兄 会给关老爷磕头 上香 带提兰洞的兄弟们 你们大当家的有事儿 我就不留你们了 办完事儿早点回来 我在这儿等你们 有大当家的 请吧 有大当家的 人我带走了 但是你放心 很快我会给你送回来 记住我们的约定就行了 弟兄们 出发 师仔 这些日子就靠你了 这帮个人 不杀人才怪啊 不会的 我跟刘大某说好了 土匪嘛 你不让他们抢 让他们干什么 他们当初 讹诈徐家的时候 出手多狠哪 手软过吗 那么多的现大洋 他们还不够吃 土匪要是有够 那就不是土匪了 走吧 进去了 我个人 否刘大某 你说 他那个美国 导致止了 台湾 一度 累了 我买了 你不连了 地盈 人也太多了 好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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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给我烧 慢 时间还多得很 妖妹说了 我们这些不识字的人 要以礼待人 以礼待人 老老爷 我是提兰洞的刘大卯啊 我今天来看你老人家来了 顺便呢 给你借点零散银子 借点粮食用用 你看能不能让你家人 把库房的门打开啊 赶了 来来 慢点 慢点 刘大当家的 我有话说啊 请您高抬贵手啊 我非常愿意 为提兰洞提供帮助 可是现在 这财黄连连兵乱不断 我这收成又不好 我表连金是乡前地区的 保安司令朝山报 你看 能不能看到他的面子上 你的表连金是保安司令啊 还是朝山报 那你可得给曹山报说说 让他放过我们提兰洞啊 好好好 好说好说 咱们都是兄弟嘛 不打不相识啊 不打不相识是吧 那我就先打你 你别拿曹山报来吓唬我 你不说还好 你说我更生气了 你知道吗 我大哥 是最恨别人威胁他了 老二 老二 你怎么能打老人哪 回头我收拾他 嘎子 走吧 快 拿着钥匙开门 该拿拿 该搬搬 走吧 兄弟们 走 走 这姑娘很漂亮吗 去给我啊 当下债夫人 不不不 刘家当下了 她还小啊 她才十八岁啊 你别胡乱插嘴 十八岁怎么了 十八岁已经不小了 老爷子 再不嫁就嫁不出去了 那么漂亮的姑娘 你刘家干什么呀 当画看啊 来 刘大当下呀 手下留情啊 刘大当下高抬贵手啊 刘大当下高抬贵手啊 老爷子 你这是干什么呀 快起来 就这点钱了 刘大当下真是没有了 真是没有了 这这高抬贵手啊 快 快 这还有一箱鸦片 刘大当下的 今天鸦片收成不好啊 真是没有了 洛老爷子 如果再让我搜出来 你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真的是没有了 刘大当下的 请您手下留情高抬贵手啊 免得快 不注意 刘大当下了 你干什么了 你不答应我不杀人吗 把闹 两个 给我拆墙拆房 看看里面还藏什么东西 来 兄弟们 开墙 挖地 走 我这没杀人 我就是想抢点金银财宝 弄点粮食 这松鼠都知道 筹备点粮食过冬 这冬天马上就到了 你来干什么来了 我来找二木啊 这小子是不是混在你队伍里了 他不是跟你在一块吗 我不是让你看着他吗 我倒是想看着他 他长着腿呢 我能看得住吗 爸爸 那儿呢 你来这儿干吗来了 我什么我谁让你来的 行了 来都来了 别说他了 你看 这是大学生 抢了不抢那些金银财宝 要抢输 我告诉你 回去我再收拾你 这么多东西 大哥 你看 爷爷爷 这是我一位 你这么继续啊 爷爷爷 你饶了我们吧 爷爷爷 爷爷爷爷 你饶了我们吧 Greetings 龏大芒 里面要吐啥 你瘦了 你干嘛啊 你仁但好抱 以后肯定有抱怨 柳大贝 柳大毛 你 你怎么了 怎么了 她 疯了 雷杀她 她 她自己晕的 反正你别忘了 你答应我的话吧 自己看着办 大墨 我们走 我的主意啊 你好啊 你好啊 你们会有报应的 你们一个个都会有报应的 请留到处上 我叫洛依美 你一定要记住我的名字 你 如果你今天不杀了我 你总有一天 我会向你报仇的 老二 好男不跟女斗 口气倒不行啊 我先把你带回提兰洞 给大哥当压寨夫人 大哥不要 我要 你想报仇是吗 先给提兰洞下幽崽再说 把你带走 把你带走 算了 算了 人 都留下 东西 全部搬走 搬走 快点搬 快要 二�探家 大当家今天有点不开心呢 我也看出来了 像平时咱们抢这么多东西 大当家肯定高兴得不得了 可今天 我看不出来 大当家有一点高兴的样子 现在啊 没什么事能让大当家子开心了 二当家 我觉得原因肯定是出在政妖妹身上 这个女人 她虽然不反对大当家 可她也不屑于跟我们一起打家结社 还有那个叫洛依梅的小娘们 看大当家的眼神 大当家看得都发毛了 我们大哥呀 对女人早乱了 谁都知道我们大哥是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女人对他不屑 弟兄们加快步伐回家 二少奶奶早 走 走 二少奶奶早 走 二少奶奶早 走 来 小鸭蛋啊 来 让妈妈看看 小鸭蛋啊 快快长大 妈妈叫你骑马 让那个戴眼镜的 叫你读书好吗 好好好 二少奶奶 陆老爷 陆老爷惊吓过度死了 陆太太也寻了短见 二姨太却卷了一些细软 跟着一个年轻的长宫跑了 现在只留下小姐陆一眉 才办理她爹娘的后事 不是说好不杀人吗 怎么又闹出人命了 陆一眉一直在坟前跪着 好多乡亲怎么劝也劝不回呀 采迁山寨的人都在骂 刘大当家不得好死呢 行了 别说了 叫二十载去看看 好 孩子 你起来吧 你都跪了大半天了 再不起来 你自己也会倒下去的 是啊 快起来吧 快起来吧 是吧 起来吧 陆小姐 有什么话站起来说吧 你走开 我是来接你回家的 那天 来的是你吗 是 这么说 你认识刘大某 认识 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吧 你到我这儿来 是不是故意来看我好看的 你有没有良心啊 我们二少奶奶专门来看你 对你够好的 你不要不失好胆 你不要不失好胆 好心 好心又怎么会知道 那天我们家会遭劫 还和土匪们那么熟 洛小姐 我是诚心来帮助你的 如果你要是有什么需要 去徐家大院找我吧 你走吧 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走 走 爹 妈 只要你们的女儿活一天 我就会寻找仇人一天 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 我知道你是好人 你叫什么 我叫郑实仔 实仔 我记得了 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 我没做什么事 不用你报答 恩要报 仇要报 欠着都难受 好好好 儿子 都没做 了 你看 我找人给你打了个镯子 戴上看去 小了点啊 戴上这镯子呀 保你极小 我要走了 去哪儿 我不想当土匪 你不是土匪啊 你不是我们徐家的 顾院吗 姚妹 你觉得你现在 离土匪还远吗 什么意思啊 骆家的事 我亲眼所见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你再跟刘大某 混下去 迟早变成他 刘大某他是野了点 可他也不是 故意杀人的 你心里有他 我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 我也不想再说了 国民党官匪一家 你抱刘大某的大腿 还是曹山抱的 反正都一样 你在说什么呢 你在说什么 要是没有黄三姑 骆家的事 我迟早也会走的 我跟提烂洞的人 不是一条路上的 我跟刘大某 施施 施施 我求你了 你别走行吗 我长这么大 就没有什么亲人 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你留下来 留下来帮我好吗 这是虚价的 还给你 走 我看你该走 师仔 师仔 你别走 师仔 师仔 师仔就这样走了 他跟我说的那些话 我都记在心里了 我只想安安稳稳地守着徐家大院 可世道病得太快 到头来 还是把我卷了进去 虎皮冷藏 狐狸皮 狐狸皮四肠 来 金条 十八根 颜园一箱 珠宝三箱 那个 那一箱是什么 这箱是 大洋 你倒是说话呀 你总不能让人欺负到我表姐夫头上吧 我表姐表姐夫两条人命 你这个左司令的 行了 行了 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啊 好好好 我给你安静 等你想好了再告诉我 我跟你说 你先回去 这兵花马乱的 你跑到我这司令部来闹什么 我现在的事儿啊 就是给我表姐和表姐夫套个公道 两条人命 不是儿戏啊 去 来 表姨夫 表姨夫 我求求你了 只要你能帮我杀了刘大毛 我做牛做马来报答你和表姨 孩子 孩子 快起来 你让姨夫好好地想想 给你表姨先回去 这是部队 不是哭哭啼啼的地方 你想好了没 到底愿不愿意动手 喂 曹司令 这个刘大毛一再欺负我们 你要不给他点颜色看看 他还以为您是汤圆呢 随便谁都好粗捏 再说了 特办员不是让你跟各个山寨联络吗 你要不拿出点微信来 他 他们以后能听你的吗 你有什么主意 现在呢 要打掉提联洞呢 有点困难 他们的武器 状位特别精良 再说他们要抢到那么多 因为我城宾的钱 你看这样行不行 先干掉刘大毛 然后 再争取提南栋的人 如果争取过来哪儿就好 争取不过来 那干脆就成他 非可能 老子早就想杀死刘大某 可是特派员呢 你怎么交代 曹司令 在说什么呢 好啊 特派员 你来得正好 刘大某抢了采仙山寨的洛家 洛家是我们家的亲戚 还杀了我们家的两个人 你说吧 这事该怎么办 特派员 你要给小女子做主呀 这个刘大某 现在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 不过 现在提兰洞势力强大 不可轻举妄动 而且谷主席一直强调 我们要联合各山寨 共同抗击共军 抗 抗 抗 我看你看到什么时候 老三 你先领姨梅回去 这事我会想办法的 我看哪 你也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 以前威风八灭 现在的威风 被刘大某吓到天边去了 行了 行了 你能蒙少说两句啊 你不在家陪老太太打拔架 跑到我这儿干嘛 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决太长 在 背车把他们俩送过去 是 还不走干嘛 走 是 一梅啊 一梅 义父 是从小看你长大 你放心 义父一定会给你做主 你自己 一定要多保重 好 去吧 曹司令 你想怎么做 我想怎么做 你能答应吗 特派元呀 你收编刘大某 我没意见 可是刘大某这小子 也太嚣张 他把你放在眼里吗 我看你的如意算盘 是没法再打下去了吧 现在 省城危急 我们多一队人马 就是多一份力量 再说 刘大某现在的装备 是越来越精良了 我们要是跟他厮杀 那就是损失自己的实力 上头要是怪罪下来 曹司令 你吃得消吗 我有什么吃不消的 特派元 那你的意思呢 反正 现在不要动刘大某 我还想争取他 争取争取 我看你什么时候 能争取到他 特派元啊 我看你是对刘大某 情有独钟啊 曹司令 事关党国大事 我劝你少开玩笑 我没再开玩笑 我也告诉你 像刘大某这样的人 就不能纵容 该来硬的就来硬的 绝对不能来软的 你想过没有 有刘大某这样的榜样 以后各个山头的土匪 你怎么管 他们能听你的吗 请特派元三次 对付刘大某 我自有办法 你不要再说了 好啊 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办法 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说吧 你总是讲 我们要跟共军抗衡 但我们跟共军抗衡就要有根基 又要有像若家这样的根基 骆老杰子死了 我这个做保安司令的不闻不问 这不 让其他的柴子骂我们吗 再说了 我那个表连金 种了点哑片 发了点小财成了地主 可是枪声一响 两条人命啊 这两条人命都是我们家的亲戚 如果本司令不管 我不让世人妥骂我吗 这样吧 你去找一个死囚代替土匪 押到采仙山寨当众杀掉 算是向若家赔罪 我真没想到 这就是你这个特派员的高见 这个事要是这样就能过去的话 那曹司令 你对地方上也有个交代 洛伊梅他要是不答应的话 那么这事 就只能由他自己来处理了 既然是你特派员的命令 那我只好执行 不过 我有一个要求 刘大某要亲自来杀人 否则的话若家不会同意 本司令也不会同意 那你可以去找刘大某谈谈呢 就先这样吧 有什么情况 你再向我汇报 不送了 什么馊主意 把人全当傻子了 你来得正好 你来得正好 马上去给我绑一个人 绑 绑 绑什么 你管绑什么人呢 随便绑一个给我绑来就行了 是 是 把张牌长给我叫来 好 张牌长 是 快 私立家 私立 你以前在徐家做过护院 跟老太太徐老爷子都很熟 你去跟徐老爷子说一下 让他约一下刘大某 三天之后 我要跟他谈一谈 看如何了结若家的事 是 我马上去办 还不去绑人 在这儿站着干什么 是 司令啊 又有妙计了 求个妙计啊 是 去绑人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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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的姑娘们快 来送我来接客 快 快照顾好 客官你来吧 去吧 去吧 客官可来了 走进去看看 走 里面去看看去 滚 真是讨厌 呆 哈哈哈哈 你老子快苦茶 你老子快苦茶 好烟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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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家子得罪了 你们想干什么 有种的名字来了 别跟老子玩硬的 哈哈 兄弟只是跟你谈谈 谈谈 有什么好看的 啊 哼 不会是那个死瘸子 自己报不了仇 想让你替他出戏是吧 行啊 来吧 要杀要把都行啊 哎呦 阿德娘子 刚刚只不过是跟阿德娘子 阿德娘家开玩笑 曹司令让兄弟来跟阿德娘喝两杯 交一朋友 去 弄点酒菜 去 哼 我跟曹司令没交情 交个屁朋友 干嘛啥 你找错人了 我看阿德娘家是误会兄弟了 我们曹司令知道阿德娘的事情 知道阿德娘家心里边堵的话 死了兄弟呀 是 黄三姑是被拉出来做了替死鬼 可阿德娘心里明白 真正的罪魁祸首他不是黄三姑 这生龙活虎的大小伙子 说没了就没了 说实话 兄弟心里眼 也心疼啊 你什么意思啊 说白了吧 你们家大当家的被这女人是迷了心窍 不想要不是这个真妖魅 你们哥俩在提兰洞到现在何等风流快火 这倒好 这关小虎死得不明不白 兄弟也是为你着想啊 你给我闭嘴 你说我大哥不是 就给我过不去 阿德娘的 兄弟就是说说啊 你别生气 我知道阿德娘今天心情不好 我陪阿德娘喝两杯 咱哥俩下下仇 走走走走走 要是信得过兄弟没在这酒里头下毒 咱兄弟干一杯 我要是怕了你 我就不信官 好 关了当家的痛快 这杯酒 兄弟敬你 哈哈哈哈 来来来来 老哥老哥老哥 走走走走走走 我恒 好 ء哎呀 小虎死了之后 二当家的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哎呀看来老二还是有心病了 大当家 你虽然整死了徐家大伤人 但二当家对二少奶奶有成见 小虎的死说不定他心里呀 是是 破罗大哥说的是 二当家说过 要不是正妖闷这个女人 我们踢来弄 就不会出那么多事 对 更不会死那么多兄弟 对 是是是 放屁 兄弟 兄弟多少钱一斤 你过了当家的对兄弟知情之意 这我知道 可是你们大当家的可不怎么样 你们把脑袋憋在裤子单上 说卖面就卖面 他干了些什么 他只会跟你们找麻烦了 要不是这个正妖闷 你弟弟可能死吗 他不可能死 你不要挑拨离间 他是我大哥 我死活都跟定他了 大哥 谁都有大哥 但是做大哥就得做好大哥 不是拿兄弟的面具 换女人的换心 二当家我问你 廷南洞 你有可能当大哥吗 不可能 能这么下去 对你还有什么好处吗 你自己想吧 你跑到最红楼来扫我的姓 就想说 我没有一个好大哥 钱不多 供你买房置地的 如果我说 如果我说 我不要这个钱 这把糟 是不是留给我的 那是当然 曹司令的意思是 下面提兰洞你是大当家的 但是得归司令不管 那你们 想对刘大帽怎么样 这个你就别管了 司令自由安排 李二当家现在要管的事 你是选择刀 还是这些因子 前两天 徐老爷子 托人烧信来 说这曹山豹 要找我聊聊 了断洛家的事 明天呢 扫把带几个弟兄 跟我一块下山 嘎子现在在徐家大院护院 曹山豹这回 我是不怕他 再有什么诡计了 是 二当家的 我下山以后 你带一些弟兄 偷偷地从小路下山 住在离徐家大院两里地外 一旦听到枪声 马上冲进徐家大院 大哥放心 我带弟兄们 在外围待命 如果有情况 我马上就下入 不管这个曹山豹 设什么圈套 我都得去 说不能让人家 把我刘大卯看扁了 行了 老二 你去准备准备 喂 四雷 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鸟 你的人抓到了吗 抓到了 关在马棚里 让你的传练兵回罗斯寨 集合所有的人马 待命由张派长指挥 你今天晚上就不用回去了 明天跟我一起去徐家大院 是 表现好样的 明天上帝把玉米吃 你先去 四雷 谁 是我 特派员 你一个人在这干什么 随便走走啊 好有雅兴啊 一个人随便走走 要不要到屋里来坐坐 曹司令 你还养鸽子 我可没这闲心 那是张派长养的 那你们继续聊吧 我就不打烦了 好 请 曹司令 特派员 你们来了 请请请 特派员 请吧 雀团长 又见到你了 这一次又想和谁单挑啊 谭木将 和你比干木将活活比不够 单挑挑拨观虎观儿当下的 一会儿我跟你学着看人 我看给你看啊 请请请 曹司令 你让我把刘大毛给运了 又不告诉我为什么 你是唱的哪一出啊 我跟刘大当家有要事要谈 徐老爷子 您要不介意的话 咱们一块儿谈 好 好 嘎子 碰 曹司令 您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逗逗嘎子 曹司令 您让我请刘大毛来 不是找他的麻烦吗 徐老爷子 您就放心好了 我跟刘大当家的 一定要精诚团结 对付共产党 绝不搞内讧 再说了 借团长跟刘大毛的恩怨 已经了了 本司令绝对不会干那种事 好 您要是真的那么想 那你就是顾大体师大局了 请 请 行 行 兄弟们 今天听我的命令 一会儿追上保安部的人 跑步向学家大人进发 走 刘大当家来了 刘大当家 刘老爷子 我早知道你一定会来 这儿有酒有菜 我为什么不来啊 曹司令 刘大当家 怎么 今天 怎么就带两个人呢 这不是人吗 刘大当家的手下 都是以一当十啊 过奖 过奖 曹司令 过奖 刘司令 又见面了 那请大家坐吧 去转弹 我平时 快走 快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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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贺 破楼啊 原地休息 原地休息 好 休息 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啊 部队刚拉练完 顺便过来看看 接曹司令回私立部 没什么事 长班长 你这是干什么 老师 这怎么回事啊 说话 顺路的 顺路的 是保安部队的兄弟们 说一会儿 接曹司令回去的 好 好 刘大当家的 我知道你很忙 咱们长话短说 前一段你的兄弟 干了一票 采仙山寨的生意 曹司令 当土匪的不抢钱 难道还给人家送钱吗 土匪抢钱 天经地义 可是 你们抢的是一个厚道人家 曹司令 正是因为他是厚道人家 所以我才吩咐我们的手下 不许杀人 这大邓家的 你是真不知啊 还是假装不知 那户人家 是咱们曹司令的连今儿家 也就是曹司令 三一泰的 表姐的家 哟 曹司令 这事儿 我还真不知道 你的人抢了采仙山寨 烧了多少房 损失多少钱 我现在不谈 但这死了两条人命 又是我的表连锦 让我这个做兄弟的 不好办 这不成了自己人打自己人了吗 曹司令 你说吧 你准备什么处置 刘大当家子 现在咱们要精诚团结 一起对付共产党 本司令 是你的兄弟 我怎么能处置你呢 不过 我有一个办法 不知是否可行 曹司令说来听听 爹 我有点事儿先下去一下 我先去 妈 看看 她的脑袋 妈 刘大当家子 你我都有亲戚 这件事让本司令很难办呀 三姨太说了 杀人偿命 天经地义 刘大当家的 你认不认这句话 曹司令 我认 好 认就好 来人 把杀人的土匪给我带上来 你怎么也给孩子喂奶的事也没有啊 豆花 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事 带着家到多好 发生什么事了 还没发生 刘大当家 你当着我们众人的面 把这个杀人的土匪给毙了 给本司令一个面 本司令也好像世人交代 也对家里人有个说法 这件事咱们就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